雅各博书第五章 好,你们富有的人啊,现在哭泣哀嚎吧,因为你们的灾难快来到了。 你们的财产腐烂了,你们的衣服被蛀虫吃了,你们的金银生了锈, 这秀要做控告你们的证据,也要像火一样吞食你们的肉, 你们竟为末日积蓄了财宝,看,工人们收割了你们的装填, 你们却扣留他们的工资,这工资喊冤,收割工人的呼声已进入了万君上主的耳中, 你们在世上奢华艳乐,养肥了你们的心,等候宰杀的日子, 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杀害了他,他却没有抵抗你们。 弟兄们,直到主的来临,应该忍耐,看,农夫多么忍耐, 期待田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获得食鱼和碗鱼, 你们也该忍耐,兼顾你们的心,因为主的来临已接近了。 弟兄们,不要彼此抱怨,免得你们受审判, 看,审判者已站在门前,弟兄们,应拿那些曾因上主的名讲话的先知们, 作为受苦和忍耐的模范。 看,我们称那些先前坚忍的人是有福的。 约伯的坚忍,你们听见了,上主赐给他的结局,你们也看见了, 因为上主是满怀怜悯和慈爱的。 可是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 不可指天启示,不可指地启示, 不论什么事都不可启。 你们说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 免得你们招致审判。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 他应该祈祷。 有心安神乐的吗? 他应该歌颂。 你们中间有患病的吗? 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 他们该为他祈祷, 因主的名给他敷游。 出于信德的祈祷, 必救那病人, 主必使他起来, 并且如果他犯了罪, 也必得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告罪, 彼此祈祷, 为得全愈。 一人恳切地祈祷, 大有功效。 厄里亚与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 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在地上。 他又祈求, 天便降下雨来, 地上也生出了果实。 我的弟兄们, 你们中谁若迷失了真理, 而有人引他回头? 该知道, 那引罪人从迷途回头的人, 必救自己的灵魂免于死亡, 并遮盖许多罪过。 请不吝点赞免